阿妍有一個最大最大的任務 也是最重要的考驗 你的情緒要很穩定 但你心裡電魂都always啊 就是在跑步拿 不要讓它噴發 到現在我回家 就很累的時候 這個是我自己現在在吃的 這些料都很好放 例如說 麵條只要你不是買生的麵條 那現在蛋的保存期限也還不錯 特別挑青江菜 是因為它可以放的時間也比較久 所有東西都以保存極限為考量 對 沒有錯 那這個適合忙碌的人 但你又可以吃到非常fresh新鮮的熱麵 你有幫他取個名字嗎 我就叫S一條麵 吃麵對我來說就是有那麼 這個溫暖跟想念的感覺 我爸超愛吃麵 最後一次煮東西給他吃 其實是煮麵給他吃 最近出了一本新書 因為這算是你用一種很特別的方式 跟爸爸道別 他生病以來 那過去那兩年 我幾乎沒有對人講 傳給他們的時候我就哭了 連想念他的內容 都跟別人分享 好像真的應該放手的感覺 Gulas Yotaka Gulas是祖母的名字 Yotaka是來自爸爸的名字 重點不是改名而已 重點是我堅持用羅馬字 很多人會沒有辦法接受 你是台灣的發言人 幹嘛用外國字 那其實我都會跟大家說 這不是外國字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字 小英總統第一任 我剛好在那個時候 是立法委員 我們通過了一個法 叫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十六族的原住民族的語言 是國語 拼寫他的字 這樣就是國字 花蓮我這一次 申請這個政治獻金專戶 花蓮的銀行打到監察院 詢問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那終於半天過後 我真的等很久 確認我們可以用羅馬字 所以我的政治獻金專戶呢 恐怕是全 我今年全國 名字最長的一個政治獻金專戶 到現在我去看醫生 我可以打包票 藥包上面 因為格子很短 從來不曾寫對我的名字 那這些多小事 我覺得只是因為大家的不了解 比較大的困擾 說你是什麼分裂主義者 大家會不會搞錯啦 原住民從來都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好嗎 台灣從來也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何來分裂主義之說 所以這些就是比較 到政治上的攻擊 光是我作為一個阿美人 要取阿美族的名字 都還要遇到這麼多的干擾 那更何況 大部分的原住民族人 這樣感覺起來 你其實人生要解釋的事情很多耶 哦 你講得太對了 一直 但是你為了要找回原住民族的價值 用不同的方式 跟不同的角色 對 我記得06年開始之後 要先通過 族語的認證考試 你才可以加分 我覺得我要很替那些 有加分的原住民同學抱不平 他們其實是通過了 比非原民生 還更多的考驗 更多的考試 而且他必須表明 跟彰顯自己的認同 你喜歡是Q的還是什麼 Q的 好 那現在把它夾出來 所以很多人以為原民加分 是必然被加分 其實並不然 是一個自己的選擇 還有決定 補面剩下的水呢 來燙青菜 但是你是不是要加水一下 好啊 你要選的時候啊 地方上有沒有傳出一些 什麼流言蜚語 它是空降的 然後我聽到我都覺得 不禁玩耳大消 我家根本就在那裡 三副主持就回家 有鄉親跟你說過什麼 讓你會特別覺得暖心 大部分的人會覺得 我很勇敢 膽敢 對抗一個勢力膨大的王朝 那個王朝 有沒有可能被擊潰呢 他們會偷偷說 還是很公開的講 他們當然是偷偷說啊 有誰敢公開跟你講加油啊 所以在花蓮喔 我經常會說 花蓮是恐懼的總和 太讚了 我們終於可以來吃這個麵了 趕快來吃我平時很晚回家之後 就快煮家常麵 你覺得好吃嗎 嗯 它干貝 滿詳細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加青江菜 比較清爽 哇 我這都覺得好好吃 你是不是都吃不胖啊 因為宵夜吃這種東西很胖耶 我知道 其實是遺傳 爸爸是怎麼熟 然後再加上呢 其實我有運動 跑步 心肺 正學 大家都會覺得說 跑星塵 我就說你工作好累喔 回家就睡覺了吧 錯 你一定要運動 因為只有當你運動的時候 你才更不會累 因為我覺得那個很難的是在那一秒 決定跑步40分鐘 可是前8分鐘是最痛苦 這個就是一個抑制的考驗 你要有阿甘的精神 今天的跑步 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而且我在跑步的時候 是拿啞鈴跑步 還有負重 還有負重 你不要小看 這是我保持體力非常重要的做法 天啊我今天對你的欽佩 又多增加一下 你是第一位有原住民協同的 花蓮縣長候選人 你是三鐵發言人 至今還沒有人試這樣過 記得你在那個總統府的座位後面 有擺一張你的祖母的照片 他養了9個小孩 他必須要靠裁縫養過孩子 我的阿嬤的名字也叫古拉斯 古拉斯看著古拉斯 我喜歡那個他奮鬥的感覺 可是為什麼你會從電視台轉到從政 那做了15年 我原本也以為我會做記者做到退休 結果沒有想到 當在市長聯繫我的時候 我突然回過頭去想15年前 當我想做記者的時候 那起心動念是什麼 職涯的轉換 可以讓我在不同的領域 嘗試著用不同的方式 改變世界 尤其是有機會做立委 然後行政院發言人士都要總統府 你會看見一個國家如何的運作 但是當選之後就有更多事情要做 因為現在花蓮都被人家說是這個花蓮國 我覺得花蓮人並不樂見這樣的狀況 雖然我們也經常自嘲 那甚至有朋友跟我講說 因為你們好像自成一國還發行自己的貨幣 現場會把自己的預兆放在 印在那個金座上面 為什麼政府的工資源 可以被拿來做那麼多的個人的人情 花蓮是屬於大家的 花蓮不是屬於一家的 我們要推動一場 在花蓮不害怕勇敢做自己的運動 我那天參加一個餐會 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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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 剛好這個現任的縣長也坐在那一桌 這一桌有一個人被請上台去 就是說今年的選舉我們來支持Glass 台上的人還沒有回到座位之前 跟他同桌的教職人員 一聽到把桌上的名牌拔走 轉頭就跑 他不知道怕什麼 他怕自己的工作 未來會被查水表 未來想要申請任何一個政府的資源補助的時候 會受到懲罰 被被隔 花蓮是一個財政上相對貧瘠的一個縣 所以非常多的團體 機關 企業 必須仰賴政府的補助 也因此地方政府 如果想要借用工資源 控制人們的精神上的思想 甚至選舉的結果 這是長年以來我們所看見花蓮非常非常痛苦的困境 如果你不想再過這樣的生活 你只能用選擇不同的人 才可以根本解決 因為這個是我們要總結的 我參選的意義就在這裡 你就是一個意志極為堅定 有爸爸的愛跟信任 還有你自己的堅強意志跟毅力 難怪你會說你自己是女版Tom Cruise 對 Mission Impossible 當選的話 你第一件最想在花蓮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一定要全面的停止拿回扣的文化 我覺得唯有這樣 讓不同的企業勇敢的進入花蓮 不管是綠能 藝術產業 各式各樣的建設 而不是被特許過的人才敢進來 只有這樣人才會再回來 人回來了以後 當你規模的經濟建立 醫院會進來 學校會再進來 養護的機構可以再進來 讓花蓮成為一個 重新、活潑、繁榮 而且是經濟非常的活絡的一個線 廣場 要請堅持 大資格 大賣 對 散地